阿弥陀佛总之 儿子 这什么中午啊 爹就在箱里吃一口 就不回家吃了啊 不用你给我买单 给我买什么单 爸刚卖了三千块钱的小鸡 三千块钱刚进那 爸自己买单哦 自然能让你吃狗饭 苏格兰调情 二不 谁怎么就这么眼熟你 这个第二人 快抱你 叫我一跳 你这孩子 你怎么一惊一乍的你 大爷对不起 这是我饭店的口号给你吓着了 哎呦天呐 哎 你是不是星光大道那个小粉呀 是我 哎呦我天 哎呀 那鲁老咸了你都这色的你还敢喝吗 哦那鲁跟我套赛呀 哈哈哈哈哈哈 来碗面 来碗面 有点点吃 有点吃啊 嗯 那大爷吃可是吃 我求你个事 你别吵着把火的行吗 里边有领导吃饭的 新来的乡长在咱们吃饭的 新来的乡长吃饭的哦 人呢 哎 哎 干啥呀 我去看看你 你把乡长吓着呢 没事 怎么的 原来的那个下去了 下去了 那新来的就把他罩上了 可上识了 哈哈哈哈 我跟你说 你不知道 我跟你说啊 嗯 就咱们原来那乡长 你知道吗 嗯 原来那乡长嘛 就老来我这吃饭 我跟你说 老包场呢 嘿 主要是哈 吃完饭还不给钱呢 哎呀妈 我那老多单子了 我也不知道找谁要去 我现在饭店最好的海鲜 就是海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一号 大爷太大了 小党的单我买 你拉到呗 你能买什么单呢 搞多钱了你 你是不是想不起我 你看大村那一顺人 也想想不起我 我告诉你啊 我在我们村里 是养鸡大 我养了一万七千多只鸡 撑起了我们村里的GDP 哈哈哈哈 大爷不差钱 是吗 别问那么多了 抓紧把单卖 大爷你因为啥买单呢 来 嗯 哎呀点你一下 点一下 为啥买单呢 因为我儿子清流感的 在厢里工作 哎哟 啊你给你儿子铺路 买个好 买对的 快点点 来 哎 我没有现金能刷卡不 啥都能有 哇 有泡鸡没 有 那卡刷卡 好 大爷 你要听海的话你就不养鸡了 你就养猴就得了 养猴关键不卖钱 以前养过俩 我一手牵一个给市场那么一顿啊 别人都买我不买猴 哈哈哈哈 大爷不是最远呀 大爷你看一下大爷 大爷不用看 你就抓紧帅 大爷不差钱 好 那我刷了哦 快点的 抓了 好 打开 那你刷个袋 不起啊 你非常的不用 大爷对不起嘞 咋的 还有二百块钱啤酒钱没算 一早整齐了 你快点我着急 呀 余额不足啊 不可能 我卖小金是三千块钱刚纯里 是 刚才刷了两千九 刚才 两千九 对啊 我对有那么多吗 来来续续多少人呢 还有那么多吗 我就以为他五百 两千九呢 两千九 那你不早告诉我呢 我告诉你也不听啊 给你看你也不看 那你不会让我硬看吗 我跟你说大爷 你这事买完了 你要不买单的话 我都不能跟你说这些事 知道吗 还有啥事啊 还有啥事 那我老邪乎了 我做个文章告诉你啊 原来那乡长就因为大吃大喝 让人给举报了 现在八项规定 规定多明白啊 你还敢给你儿铺路 你还敢单子 整个儿个一车都跟他走喽 这不是玩意吗 这地屁的我造了 哪话给我留个屁也行呢 这不是有什么大事吗 这什么 小水样啊 不是啊 听大爷跟你说 大爷现在吧有点醒悟了 这事大爷办错了 我现在后悔了 来 你把那钱给我退回来 退钱 不买了 那不可能 大爷后悔了 我没后悔 我都发现就要黄了 好人进了钱 我能不能退吗 那你不退不行啊 大爷犯错了 你发出我我也没想求你买单 你自愿的 那愿谁 对 那这还哪这样呢 那我怎么样啊 你就不给了呗 我能 哎 刷卡 那个 如果他们单给我买个单 一共三千一 您是刷卡还是现金还是签单 现金 现金 我真想刷卡 刷卡呀 抛机坏了 哈哈哈哈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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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有现金 也差不多能够 嗯 校长 你 你 你现钱出啊 啊 对啊 你查查能够不 钱给啊 啊 你不签单吗 不签单 妈 校长咋给钱了呢 不可能的事啊 你都签单呢 钱呢 你拿来 不签 因为啥呀 刚才那单我不买后悔了嘛 正好乡长啊 接着是现金 你把现金还给我 咱俩不就有点轻了吗 这个钱乡长自己掏钱买的 你那个是给上一任乡长买的 我什么时候说给上一任乡长买单了 你不是说替我单着吗 我替你单的是这任乡长 上一任乡长该我什么事啊 我是说你给哪个乡长买 你干啥呀你啊 这孩子 大孩呀 你干啥呀你这孩子 你咋啦 你要干啥啊这孩子 大爷 你说你记住你朋友多数馅儿的 你说你 我就是点你 你给我整个事我告诉你 干啥呀 说我猴是吧 恰我不能 臭妖脸 臭妖脸 干啥你妖脸没有 你送给我 大爷我送给你行 但是你别动 我不动 不可能 你动不动是王吧 这老头你真不讲理呀 谁不讲理好 我找奖礼去 你找奖礼去 我找乡党国评理去 乡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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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呀 你的乡兵让人欺负了 大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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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爷你快起来大爷 快来呀 大爷你快起来你怎么了 你快起来说话 为我做主啊 你放心我给你做主 你快起来来 哎呀 哎呀 大爷你怎么的了 咋回事呢 你起来 我就 咋回事呢 就是吧 你刚才吃饭的单吧 我给买完了 买完之后呢 你又出来又买一下的 咋俩书现在买虫了 大爷你别着急啊 我怎么听我吃饭的单 你给我买了 嗯 我们好像也不认识 你怎么给我买单呢 哎呀 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 是 咋回事呢 你看我儿子 不叫勤溜杆吗 他在乡里头上班 正好啊 我听说来个新香港 正好今天上这吃饭呢 就遇到你在这吃饭了 我先把单给你买了 买个好 我儿子以后工作还能好干点 后来我醒悟了 这哪是人干的事啊 这不是多大的错误啊 我不严甘呀 嫉妒了 我就后悔了 我让这孩子把钱 退回 这孩子不给我退 这时候你出来买单 正好是现金 对吧 我先把你现金我拿过来 俺俩受不了轻了 嗯 这孩子说你的单是你买你自己的单 我那单是买上一顿乡达的单 那上一顿乡达该我什么事啊 那人 他该我钱呢 该你钱我 你管我要什么钱呢 你说你买的吗 大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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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急别急啊 大爷别急 大爷 你还要讹谁啊 大爷 没事吧 没事吧 我就是气形大 没事没事 大爷你别急啊 好了好了 我听明白了 你坐歇会儿 啊 小伙子 上一任乡长欠你钱 那是他的不罪 我们调查清楚之后 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 但是今天大爷这单你应该 退给他 凭啥呀乡长呢 凭什么呢 凭你是乡长说话好使吗 我跟你说乡长 我是一个小老百姓 这饭店赔刀赔黄了 我上哪儿要钱去 你也是 刚上任第二天 留一帮人来吃饭了 你也快啊 打你个大嘴巴 你为什么说话呢 你一条微和你就够呛 我跟你说 这孩子越来越胜了 没事 小伙子 你是不是认为我大吃大喝呢 那你还小吃小喝呢吗 那我请的谁你知道吗 我今天请的这些人 是我们乡敬老院的孤瓜老人 过年了 我给他们每人 买了一套新衣服 请他们吃顿饭 陪他们聊聊天 他们别看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他们是最需要关爱的人 放心吧 我花的每一分钱 都是我自己兜里的 我的兜兜钱 绝对清清白白的 谢谢 陪他真不好意思 我刚才有点过激 没事没事 没事 可以理解 那个没事 大爷 我得说你两句 你认为你帮着买单是给你儿子买好 但这个也许是帮倒忙啊 对我深刻的接受教训 没事了 小伙子把钱退给他吧 好 我再陪大爷浪费 慢慢使啊 没事没事 阿嬷给你添麻烦了啊 没事 阿嬷不省心了啊 阿嬷你跟着操心了 这乡长真是好样的 乡长真没想到 你领导绝对这样 这领导 绝对这样的领导 哎 你这是啥呀 没事啊 这是啥东西啊 好 大爷给你啊 能不给你吗 好钱呢 你要不提我都忘了 拿着吧 好 是 为什么要不咱俩一起表示表示得了 咋表示啊 你给唱一个我给跳一个呗 行吗 哎 行吗 这要就当过年了 就当过年了 等大伙都乐个乐 唱一个 唱一个 把你翻啊 来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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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